跟着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紧 呼吸自然 心神宁静 一手丹颜 两手托天理三交 上托 下托 下托 上托 下托 下托 上托 下托 下托 上托 下托 上托 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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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托 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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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工 禀物 搭腕 开工 禀物 搭腕 开工 禀物 搭腕 开工 遥离脾胃 须单举 上举 下举 下落 上举 下落 上举 下举 上举 下举 下举 上举 下举 下举 上举 下举 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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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身后桥,转着,起身后桥,转着,起身后桥, 转着,起身后桥,转着,起身后桥,转着,起身后桥,转着, 起身后桥,摇头摆尾,去心口,上坡,下岸, 右轻,左旋,摇头摆尾, 左轻,左转,摇头摆尾,右轻,左转,摇头摆尾, 左轻,右转,摇头摆尾, 右轻,右轻,右转,摇头摆尾, 右轻,右转,摇头摆尾,右转,摇头摆尾, 插滚,上举与,上举与,两手摊族顾顺摁尤,上举与,下岸,板川,摩玉,摊族摻, 上举鱼 下丸 摆穿摩蕴 攀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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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举鱼 摆穿摩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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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握 回收 全全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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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握 背后七边摆冰箫 体肿 背中 颠足 肺腫 颠足 颠足 肺腫 颠足 颠足 鞭足 体肿 鞭足 体肿 收拾 两掌合余肤浅 体态安详 周身放松 呼吸均匀 器材丹田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好啊 好的 最安全 太极沈师兄 每天打卡八段级 要每天打卡才有效哦 明天还在这里等你 大家好 我是沈师兄 每天开始跟着沈师兄练习八段锦的朋友们 我们学练八段锦啊 得讲究动作准确 啥是准确呢 就是要方法清楚 动作规范 姿势工整 要想做到这个 就得先从最基本的基础练习搞起 把基本身形 手形 步行都给抓住了 反复练习提升 一直到 达到规格要求为止 练功有句俗语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有的人练功好些年了 可还是犬窝不平 马步跪着腿 身形不正 这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基本功练习啊 平常光注重学套路了 没实实在在的练功 这样技术很难提高 基本就是长期处于低水平循环 大家可得注意别犯这样的错误哦 学功法动作的时候呢 得先求方再求圆 特别要注意三个要素 也就是点、线、形 学练的时候 动作起指点 方位角度得做到位 路线方法的清楚 动作造型的工整 这时候呢 可以用功法里的定式动作站桩 拿拿劲 体捏架子 找找关节肌肉和身体各部位的感觉 对于功法里的重点和难点动作 要抽出时间单独加强练习 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动作质量 咱得切实在动作规格上很下功夫 做到上体中正 下肢稳定 步行步法 手行手法都清晰 动作准确工整 沈师兄还录了很多有关八段井问题的视频 大家可以到首页上的答疑解惑 合集里观看 谢谢大家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大家好 我是沈师兄 有粉丝问我 经常性的手脚冰凉 练习八段井有没有用啊 日常生活中手脚冰凉呢 一般和心脏血管关系蛮大的 心血管系统功能要是出问题了呀 就会影响血液运行输送 就会手脚冰凉了 在咱传统中医里呢 这病症叫阳虚 是挺常见的一种情况哦 中医认为啊 手脚冰凉是天气变冷 或者身体受凉的时候 会让肝脏受寒 肝脏造血功能就受影响了 这样就引起肝脏阳气不足 然后肢体就冷凉 手脚可能发红或发白 甚至会有疼痛的感觉哦 那练习整套八段井呢 可以促进全身血液运行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身体表面温度哦 像两手托天理三胶 左右开弓四射雕 调立脾胃虚单举 五劳七伤 往后瞧 两手攀足固肾腰 这些招式 对席练者手部动作有要求 可以刺激上肢和手部血液的流动 摇头摆尾去腥火 攒全怒目增气力 背后七颠百病消对下肢动作有要求 能刺激下肢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哦 所以呢 练八段井还是有用的 大家都跟着沈师兄练起来吧 谢谢大家 关注太极史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全球 太衣 幸福 closes 感谢观看